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红米Redmi Note 8系列发布会 又称炉石传说 或友商不够大 下面有请我们的主讲人炉石瓦上台 按照惯例,上代销量什么的那是必须要吹一下滴 毕竟炉学有言,红米手机是最会吹的 把4800万做到了千元机,这道理我都懂 但你的Redmi Note 7系列用的不全是别人家用的MX586 注意,这一对友商的开炮只是前戏 后面可没少各种花式吊达 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四摄大众化 我们有一个4800万的主摄 800万的超广角 200万AF的可以做到2厘米微距的这样的一个超微距镜头 还有一个是紧身就头 四摄上了是上了 但这四摄嘛,有一点一言难尽啊 主摄和超广角先不说,剩下两个 说我直接真的有点 你们是不是做了一个凑数的四摄 啊,凑数的四摄 为什么会不叫做炉10瓦,因为10瓦不是我做的 我做的是18瓦对吧 呃,抱歉抱歉,10要比18单位换算容易多了 说你那酷无啊,什么时候能标配快充啊 随后就大功率听筒,扬声器升级 防尘工艺,卢总捶了一波 注意,这一字不是我提的啊,是他自己说的 扬声器声波除尘,让Redmi Note 8聚能吹 我怀疑你在搞黄色,不仅搞黄色,还打的是地图炮 某友商继续中枪 好了,看完Note 8,我们就来看看更牛逼的Note 8 Pro吧 这可是要对标友商3000元级别旗舰的手机 对吧,小蜜酒 紧接着工业设计师上台 简而言之啊,意思就是 颜值工艺在千元机里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配色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啊 我喜欢的不是因为里面有个冰字啊 呃,那这样,为了